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線是由烈志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以及烈志民太古廣場贊助播出 8月14日 2021年星期六 歡迎大家收聽AM1320會昇廣播 華僑之聲 節目李發線 今天迪伯室有Ben 黎樹昆 好伯特派Jeffrey 趙聖宇先生 今天請來律師嘉賓是謝國昇律師 謝律師 你好 Jeffrey 你好 Ivan 好 Ben 好 大家好 Ben 你好 大家好 今天請謝國昇律師上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商業法 商業和租務都可以 假如各位聽眾在這方面有問題 歡迎致電致電話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客謝國昇律師 如果大家有這一方面的問題 就不需要等 隨時打電話進來 我們會盡快安排你 謝國昇律師 解答你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現在仍然是 pandemic 逐漸恢復正常 人們也有些要回到工作 回到辦公室 做事 做事 有些仍然是work from home 有些仍然是work from home 現在我的朋友都說 五天內 可能有兩三天要回到公司 慢慢逐漸回復他之前 但我們又聽到 BC省衛生官Henry醫生 就說口罩又不一定需要戴 可以不戴 沒有以前的硬性規定 法例一定要戴 其實在上班的話 謝國昇律師 其實是要戴還是不要戴 在一個勞工法裡 是怎樣解讀的 是 BC省的三卷 Henry Dr.Henry 不是幾天後 都是解釋 那些long care home 那些地方 任何那些工人 一定是有double vaccine 才可以在那裏做事 但是其他那些 industry 其他employment 那些地方 他沒有這樣的要求 他都是recommend 但是也不是這樣要求 他說是叫那些老闆 看自己的律師 拿一些顧問 看有沒有情況 這個單位 可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因為 不是那個公司 不是那個單位 或者不是那個industry 都是一樣的 那些權可以這樣做 所以有一個category 可以分別 叫做safe sensitive 那些industry 或者那些其他 不是很safe sensitive 那些industry 因為BC省 已經有很多industry 是有要求 因為那個safety 很多危險的工作 是有mendatory 那些drug testing 或者drug 或者alcohol testing 已經有那些條件 很久了 那些case已經定 那些industry 有很多危險 如果你沒有做那些testing 回來的時候 如果是叫各個人 給一個證據證明 你有double vaccine 或者這些是 或者有些precedent的 可以support了這些要求的 但是其他公司 多數公司的office 司制會 或者office 或者counting office lawyer office 或者比較不一樣 那麼多要求 那些safety standard 所以各個case 都不一樣 但是這個是不是 Ivan sorry 我想暫戀歌病 這個是政府定 還是employer自己定 因為BC省的商管 是說已經是一定定 Long-term care home 是一定的 但是其他沒有這些 要求 所以every other industry 都是自己的employer 和自己的工人 安排的safety protocol 到every other office industry 不是一樣的 都沒有什麼 它要求的 因為很多人說 為什麼不會 那些很多employer 不會馬上聽 跟著那個Long-care home 那些 rule 是一樣的 因為第一 政府沒有說可以要求 沒有定的 一定是這樣做的 因為沒有法律上 back up 那些employer 如果是開始通知各個工人 現在今天 我開始有個mandatory vaccine 的policy 沒有什麼法律 是back up的 那些employer的 那些老闆 沒有什麼法律上 是說 Dr.Bonnie Henry Dr.Bonnie Henry 可以這樣做 沒有這樣的 那個BC law 支持的那些老闆 是這樣做的 所以沒有法律 所以是每個case 如果他是 例如 例如 所有人在這個公司,我們只是用例如辦公室 例如假如辦公室 所有人都必須做現在 但有些人,例如有個障礙的 他們不可能打針,因為如果打針有很多萬金 所以不可能這樣要求 然後要求,如果你不做 我就不請你抄理由於你離開,你沒有上班 那位老闆說,我有個醫療的障礙 他是抗爭我的 他都沒有避免我這些障礙的障礙 所以有很多危險 可以告這個老闆,如果是這樣做 如果是障礙的政策,如果是不可以 有危險 很多老闆都必須要注意 所以知道有什麼危險 如果是行動,是否要求工人採不理 不聽話才可以做什麼 如果被打針後,有什麼要求? 如果有機會,我可以再解釋這些情況 我想問清楚一點 法例是定了長期的 你必須要打兩針,戴口罩才上班 其他那些就沒有界定你的 如果老闆因為那個員工 不戴口罩,不打兩針,不讓你上班 不可以的,no,no 是正確嗎? 不是一定的 是關於個個案 譬如,如果你的生意或工業 有很多客戶的聯絡 以及工人在裡面的單位 有很多位 譬如,沒有可能有兩針距離 沒有可能跟客人說 譬如,那些公司又買了出去 在外面可以 可以套餐給別人 在廁所採取 所以他們做一個行業計劃 行業計劃可以安全一點 改變行業計劃也好 不一定是要面膜 如果是有很多房間 可以在外面 不在裡面 所以他們可以做什麼 但不在每個行業都可以做 簡單一點,譬如說餐館行業 接觸得比較快 餐館行業 譬如,fixed space 不是很多位 closed environment no window 也不是很多電影都可以進出 所以有很多危險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要求 我覺得可以支持 mandatory 因為那些closed quarter 很closed 沒有可能是distance 或者有很多支持 都可以讓那些努力 那些努力 那些努力 可以要求這樣做 所以,case by case 都不同 所以你必須要看 如果你看到餐廳 如果你看到餐廳 如果有很大的餐廳 很多說 一個腦子和另一個腦子 有十尺 中間 有很多空氣 但很多人已經有罷了 那些廁房很焗 那些氣都不太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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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氛烈是只能拿那些氣 那些氣 那些氛烈出來 但不流行 那些氛烈那麼好 是很困難的 所以是很困難的 如果這樣的要求 我覺得 職業員要求 每個人的疫苗 才可以上班 我覺得可以支持 即是支持到職業員 對 對 對 要員工診斷了 雙重診斷才可以上班 對 或是戴口罩 對 沒錯 如果員工不聽話 老闆是有理由解僱他 對 他有支持 所以 每個公司 除了餐廳 或其他公司 想看看 可否這樣做要求 或是找律師 看詳細 看他的工作 那些情況 包括他的環境 可否做其他方法 才搞定 例如有很多位 有很多餐廳 說 轉換了他的 住宅 變成餐廳 現在是外出 或者可以做其他方法 或不是這樣要求 所以 每個公司 每個情況 都是一樣的 健康 健康 如果健康 很多人吸氣 很大力 吸氣 練習很多 我覺得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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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 工作人員 都可以 這樣要求 我覺得可以做得 好的 我們先休息診施 我們回來會接 林先生的電話 無論大小事情 都需要 依法辦事 合情合理 李發線 節目主持 黎樹昆 趙聖宇 李發線 是由 列治民海洋王公海鮮酒家 以及 列治民太古廣場 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回來 第二節的禮拜 解釋 大家的家庭 商業法 以及 勞工法的問題 都歡迎致電 我們致電 604-267-1320 604-267-1320 請客 謝國昇律師 電話旁邊 有位林先生 等了很久 我先把林先生的電話 Hello 林先生 你好 是我 是關於物業買賣 都可以 物業買賣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呢 就同一位叫做 邱先生 就買 買了 一個 一個物業 那 就 轉了幾次的 物業管理 那之後呢 就 就是 我們是 50-50 那 轉了幾次 這個物業管理之後呢 他就 經常都說 不行 就 給資料我 報稅 那些 那些 那現在很多年 已經幾年了 那 他都沒有給資料 我 我報不到稅 那我就 這裏很吵架 那我想請教你 我應該是 應該怎樣做 林先生 我想搞清楚 你說你跟 Q先生 是共同買一個物業 就不是你跟他買進來 是不是意思 是 共同買的 對 共同買之後 中間 轉了很多管理公司 就是你找一個 我們 就是 property manager 去 收租的人 收租老邦 去收租是不是 是 是 但是他 因為 他的 就是 比較 煙煎 一點 他就跟 以前那幾個 就 都 做到 不是 剛好 是 明白 然後 做了幾次之後 就要轉 然後又轉 第三次 又要轉 又 就轉了三次 但是 現在 他 我就 什麼資料都拿不到 因為為什麼 我轉到 我全部 那些 他要管理公司 那 我沒有所謂 大家 大家 partner 就 任由他做 誰知道 現在 我就 報不到稅 那我又 阿林先生 我 剛才你說 幾年都 報不到稅 你從哪一年 開始拿不到資料 以及你曾經是 什麼時候買進來的 三年前 三年前 買進來的 不是 十年前 買進來的 十年前 買進來 三年前 開始 他轉了幾次 那個 物業管理 那 轉了之後 他 他是 一個 他自己 是 realtor 是 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 沒有什麼關係 現在正在針對物業管理 那 他轉了物業管理 那你知不知道 每一次轉的時候 的物業管理公司 是哪一個 你知不知道 他 他自己轉 不告訴我 哦 OK 現在說的是一個 single family 是一棟大廈 還是一棟大廈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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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單位 就是找到一個 收租的那個 就搞定了 是 現在你的意思 就是 你的partner 去找個 就是找那些 property manager 但他又不告訴你 所以 一點資料都沒有 是 你連誰跟你收租 你都不知道 我叫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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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謝律師 你好 藍先生 他答不到你 他答不到你 我聽這個問題 又有這個 很重要的問題 第一 如果這麼多年 都沒有給稅 都沒有報稅 所以 兩個partner 都是 individually 和 collectively 都是很責任的 如果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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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拍檔安排 不用賺 不用給 不是我責任的 不是這樣的 如果有兩個partner 倫家 兩個都是一樣的 100%責任的稅 或者有什麼責任的 所以 第一 他說 算了 讓我partner 我不用理 你自己有很多藝人 如果是這樣 第一 我都會說 不想聽 下次 你不會那麼 不用那麼多 什麼 不用那麼鬆 你是有些看 而且 因為你會接受 那麼多責任 還有危險 你沒有那麼 拉斯菲爾 可以給他責任 不厲害 這是第一 第二 應該和兩個partner 開一個密語 應該有一個合同 很清楚 寫 誰有什麼責任 負責什麼 還有 有什麼要求 拿消息 看完資料 可以代表那兩個partner 是調查 和看完 拿完消息 和資料 如果說 對方 公司 沒有人保持 所以 你應該是 有權 代表個partnership 去追分 舊的 那些官吏公司 拿完資料 以及 第二個公司 都追他拿完 舊的資料 第三 如果有一個租客 這麼多年 給租金 你都會調查 這個租客 拿完那些資料 拿完那些收條 以及給租金 全部都是自己 開始有責任去調查 第三 你不要被其他人打來 你自己抄的時間 自己查自己做 最好 這是第一 第二 第三 那些意見 林先生 林先生 是 謝律師的意見 你收到沒有 我收到 其實我也想問你 這三年來 你有沒有收到租 有時 他是有時有 有時沒有 但是 他一直 那七年 都有 按下 都有收租 這三年 你沒有交 你所謂 因為收不到資料 所以沒有報稅 這三年 這三年 完全沒有報稅 但是你有沒有收到租 他沒有告訴我 你自己收到租 自己不知道嗎 你的銀行戶口 有沒有入到賬 沒有 他完全 又 這麼多年 都沒有付過錢 你都可以容許他這樣 不是partnership 那麼 林先生 你介不介意再說多些 你的arrangement 是怎樣 你跟他之間怎樣配合 合約是怎樣 是否因為 expense 是很大的 所以基本上 每一年都不可能有錢分 還是發生什麼事 你聽到他好像 裡面另有內情 那樣 他這樣 他是 那個租金 差不多cover 那些expense 但是這幾年 就比較多了大概40%左右的租金 我都聽到別人 我都好像 就是間接 別人告訴我 現在的租金升了 但是呢 我就沒有正式去 這個publicty manager 那裡 就是那個local publicty manager 他是有個complex的 我那裡有一個publicty manager 另外一個租客的publicty manager 有兩個 那他現在的publicty rental manager 我都不知道是誰 因為阿谷先生 他全部都不讓我看 不如這樣問一問 不如幫你這樣問 謝律師 在你這個情況下 你在法律途徑 怎樣可以要求 另外一位業主 要提供所有的東西給你 又或者如果你是 其中一個業主 你去那個業委會 那裡 找大廈的publicty manager 應該他會給到一個 收租佬的 information 來的 有一個方式 方式 方式 對 或者你直接 或者你 你應該知道 你應該知道你的物業 在哪裡 我估計 在 不用說 不用說 你知就行 你知的 你可不可以去那個物業 去敲門找租客 在美國 在美國 OK 如果美國的法律 我先去問謝律師 對 要說清楚 是 是 在美國 現在 我覺得物業在美國 沒有什麼受惠 因為你是其中一個 居住 你有權可以要求 他拿消息給你 但問題 或者你的拍檔 是從這個公司 官吏公司 扯了一個合同 或者他只是認識 他做居住 是代表你兩方的 但是你和你的拍檔 都一定 我聽你這樣 這麼久講 都沒有什麼合同 沒有什麼 arrangement 是個form 抽下 誰有什麼責任 誰代表什麼 反而你只坐在那裡 你差不多是 是不是叫 我給些錢 我只會 一個人收那些錢 你收 有時候收租 或者沒有收租 你沒有什麼 好像這樣的 但是 你從外面 anyone outside 他會查 那些錢 都會很清楚 你有兩個人 另一個owner 所以你都一樣 跟我的拍檔 權力 簽做事 因為沒有什麼 你不行 沒有可能 嗯 OK 林先生 收到嗎 我 如果是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 查當地的 cd hall 或者 查當地的 property manager 我覺得你 是直接找 那個建築的 property manager 去找資料 林先生 你這個朋友 sum 應該在美國 假如他和你搞這麼多 你只不過是 你一個 在加拿大人 買一個美國物業 另一個 另一個業主 應該是美國人 我聽你的故事 不是 又不是 他在Sherry 他在加拿大 所以他要委託 那邊 一個收租人 去跟他收租 但是那個收租人 是誰 你不知道 因為他轉了幾次 他不告訴我 是誰 我想其實那邊 我不知道那邊 有沒有stratus 提外話 我想問林先生 你一直都有報開這個物業 是你的海外資產 是嗎 他叫我不用報 他叫你不用報 他說 我知道 那時候 七年前 大概四年前 那些租金 是差不多 不是 不是 我說一個不是租金收入 林先生 我說一個絕對不是租金收入 我說一個海外資產申報 這個的話 不是 我順便提一提 因為聽你這樣說 我感覺上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你最好找你 每一年報稅的會計師 跟他談一談 因為你這樣的話 聽下去的話 你每一年 每一年被人罰二千五 每天二十五元 你計一計 要被人罰到多少錢 是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有沒有報刊外資產 即是沒有 是啊 因為 聽你這樣說的話 我感覺上你可能是沒有 做到這個動作 哦 是啊 找你自己的會計師 先談一談 是啊 好啊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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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等了,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随时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 Ivan在电话旁边standby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关于劳工法的问题 或者我再追问多一点谢律师 在劳工法里面 一个雇主可能要辞退一个员工 他在法律上需要做什么 或者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辞退一个员工 所以刚才的问题是 很多职员都在想 What can I do? 如果有一个工人不上班 不肯上班 因为他不想打针、两针 或者不想戴口罩 他不肯就 啊,懶事了 我抄他了 我抄他了 请他回来叫他走 那如果后来是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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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是用一个 just cause 的 那个法律上是说 老板有没有just cause fire 这个人的 所以如果有just cause 我稍后会解释的 那些 definition是怎样的 那个employer 不用有时间通知工人的 但是如果老板不想用just cause 我不想用这个理由 我不是很清楚 法律上 我不是那么清楚 我常常想抄他 不想他上班 因为我用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是有day notice的 一个星期的时间 譬如如果有工人做了超过三个月的时间组工 你说我回来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7日 这些是这样的 法律上的要求 如果有工人超过三个月的full time 在你的工作做事 你要求如果发入了那时候 不用通知了 不用有理由 你说我给你一个星期的compensation 如果是在公司做了三个月的 三个月到一年 你都是这样的 是一个星期 超过一年 12个月full time 在你的公司做 你要给两个星期compensation 给你的工人 如果你不想他 如果立刻通知了他 不上班 你不回来 法律上是要两个星期compensation 三年后 法律上是要给三个星期compensation 还有每多一年 其中 any extra year 一年多一个星期 限制是八年的 所以 三个星期 如果是三年四年 是要四个星期 compensation 到了八年 after eight weeks 八年 这些是没有什么 regulation 是如何解决的 如果是超过八年后 你又转了去看 Common Law Common Law 是要用其他案件 不是用 B.C.省的要求 那些条件 去计 compensation 有多少 所以如果有工人 你想炒 你要小心 因为你没有什么 clear cut 那些 rules 超过八年后 你要想其他的 condition 第一 他几多年在你工作 工作 或者很久的时间 要多些compensation 第二 那个工人 是几多岁的 因为age 如果是旧的工人 你有多些危险 因为他很难再找到分工 或者很难一些 所以他都有多些compensation 如果是older 比较和那些年轻的工人 第三个条件 看他的responsibility 是什么 他的position 是他责任 是什么 最多 如果是manager 他有singlizing 那些capacity 是要多些compensation 尽重少那些 那些 那些工人 第四个呢 第四个条件 要查 那个industry 在那时候 发业了 那时候 那些经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再容易 找回另一个分工 可不可以的 availability of similar work 在那个发业 at the time 它是发业了的 那这个最 第四个条件 在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 这个情况 是during a pandemic 或者regular time 的情况 你或者发业的时候 或者不是这个 那么难 再找回另一个工作 但是呢 maybe harder pay for example 如果那些restaurant job 很多人说hospitality 那些工 很多老板 说很难 可能找另一个分工 因为helper 很多人早了离开 因为pandemic的情况 那个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 很多危险 所以很多工人 looking for a good worker 所以 那个经济 或者很多不同 所以 这一段时间 这是我认为 和之前 疫情的时候 对compensation 有很多 好多 risk ok 或者我们留女士等了 好多时间 我等下留女士等了 等下留女士等了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好像现在和我 有间屋 但是我们可以set up 但是名字呢 就是儿子 和我 那现在我 请一下律师 你 哪样东西好一点 你指点一下我 给他设计我 就是 要不要 就是 我都想我那份 给女儿的名字 但是 就是 如果是 不需要转名 或者是 仍然一样 到我八年归老了 他们兄弟 自然 便知道 是这样的事情 好不好 或者有什么建议 给我知道 有什么方法 好一点 Ok 首先你要说清楚 你的意思是 你和你儿子 是有个联名物业 是 ok 接着你又说 你的联名物业 就没有了按揭 就是银行贷款已经还了 是不是 是 ok 接着第三 你有多少个小朋友 我只有两个 一个儿子和女儿 一个儿子和女儿 那你就说 你想你那一半 就给个女儿 是不是 就是我那份 是的 你和儿子是 五十五十联名的 是不是 是 那就是你那半 是不是 是 你一个半给女儿 对不对 对 但是我的心 只将什么都没有弄 是 当时买屋 那个银行 那个人说 将来万一 我是走了 那他自然 好像 我儿子的名字 是 明白 好了 我想问现在 层楼哪个居住的 我们几个人家住 即是你 你儿子和女儿都在居住里面 是 心肚子和女儿都在居住里面 心肚子和女儿都在居住里面 好的 那你先等一等 你的意愿是怎样的 你想怎样的 我想知道 我想问 你指点一下 怎样为好一点 我没想到 你想怎样的 你想怎样的 你本来想怎样 我也不知道怎样 现在好像 譬如我 割了我的名字 我割了我的名字 要不要 纳税 或者等我 走了之后 或者怎样 留女士 留女士 Jephy的意思是 你先撇除税务 你不要管税务 你的意愿 你那一半 你想怎样给哪一个 给女儿 即是你最终的意愿 一间屋留给 儿子和女儿 大家一人一半 这是你的意愿 我帮你问一下 好 等等 Hello Ivan 是 我听这个案子 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第一 买屋的时候 或者不够钱 有其中一个人 譬如儿子 因为他加上名字 才可以借钱 这是银行的条件 现在你说的 看款已经还了 OK 你有自由了 如果你有自由 我介绍 我给你顾问 因为这间屋 现在暂时 是你全家庭 是Principle Residence 你在那儿住 儿子 女儿都在那儿住 所以已经加上儿子的名字 以后你最好 再加上女儿的名字 在里面 不仅是你一半 但是你加上女儿的名字 所以三个人 要三分一 三分一 每个人要三分一 而且在屋械里面 登记是说呈名契 呈名契 因为是会自动 给儿子和女儿 一样 一半 所以最好是这样 因为如果 遲些儿子搬出 你女儿也搬出 或者你也是搬出 哪个搬出 这间屋是当 后面是投资的屋 所以有些税的影响 暂时 principal residence 是最好的 最好的情况 用这个 exemption 不用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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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购义 都不用 所以立刻 找公正人 或者律师 帮你办这些事 这个第一 最好是加上三个名字 一齐 不是你一半 给你的女儿 所以你自己就无份 我觉得不是最好 但是 如果你真心正令 先给你一半 这个女儿 除了你的名字 后来 就没有你 一些冒名 很多我的客人 是那些老人家 如果这样转了 帮我女儿 帮我儿子 买屋 我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会想有权 在这间屋 一住了 我不在那时 我有什么权 因为听过很多新闻报告 刚刚转了 儿子 后来找了新的媳妇 或者女妻 后来帮我出去 我要怎样保护我 如果是这样 你再有写另外一个合同 叫做Life Interest 或者Bear Trust Agreement 这些可以一个宗教解释 但是 但是暂时 如果不用找那条路 加上你的名字 三个名字 一切 安全名 而且最重要 EBC省 尊敬的时候 你应该有另一份文件 确认你的目的是怎样 如果你只是加上你的女儿的名字 尊敬 可能 你的一半 你就算了 就不是离物 都不是真真真正 證定的送给你的儿子 你 又再给我另一份文件 你簽譬如Deed of Gifts是確認你的目的是怎樣 我先送這個一半 譬如你有一半,現在你的兒子有一半 你加上女兒那時候後來你有33.33 所以你的兒子後來變成33% 所以你的Half是17%,一半是給兒子 一半是給女兒 你保持33% 所以那個人有33% 你有另外一份文件說 有些Gifts是給兒子,有些Gifts是給女兒 是搞定的 OK,我想我們下一陣回來再再 好,我們先休息一陣,謝忻師 下一陣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再一起 休息一陣,Ivan 由烈志民海洋皇宮海鮮酒家 以及烈志民太古廣場贊助播出 歡迎大家回來最後一節的理髮施 假如大家的商業樓宇買賣 家庭和勞工法都歡迎自贈二次電碼 604-267-1320 604-267-1320,請有謝郭新律師 上一節劉女士的問題 他說他和兒子聯名長命契的一個物業 是自住的 他上八年歸路後 有一半給了一個女兒 好了,剛才就說 其實現在可以三個長命契 不過剛才談談談,又有一個問題 本來我都50%的那個 如果你現在整個長命契出來 三個人就少了,謝律師 不好意思 兒子都有一份,分開我給他 給他妹妹或是姐姐 所以後來才有33%的電信 如果兒子在口後上 媽媽,你叫我做甚麼 我聽你說,好吧,不用怕 但後來兒子說 為甚麼會給我13%的分開 給媽媽和你分開 給妹妹或是姐姐 所以有些問題 所以如果你轉回頭 賣屋時有這樣的情況 我會寫一個合同很清楚 當時賣屋時 加上兒子的名字的目的 不是給兒子 不是送給兒子 寫一個宣託書 叫Bear Trust Agreement 證明一半是媽媽 報名字在屋上有兩個人的名字 但一半真真正的都是媽媽的 媽媽又控制 媽媽的責任,媽媽的屋子 不是兒子可以自己訂 寫一個借錢 他一半的百分之財款 借錢 不是 全部都是聽媽媽說 借錢,買屋子,給人租 這些全部都是代表媽媽做事 最好是這樣 所以如果當時 他簽了寫一個宣託書 叫Bear Trust Agreement 現在你叫他做甚麼 他應該是聽你說 如果不可能不聽 他會說是禮物的 是給我說 你拿了寫寫書 說不是禮物 是的 你幫我保住 是這樣 所以最好 但是現在情況是 看他簽加上妹妹或姐姐的名字 所以三個人在屋子 如果後來轉了喉 加上三個人 應該是那天時間 再寫一個學堂 學堂 請求媽媽 還有甚麼責任 兒子或女兒 是否都是聽媽媽話 寫一個合堂 這是第二 第二是寫一個收權書 因為最近疫情 很多之前的學生 很多人想做事 但是辦不到事 爸爸媽媽 或者去了洛陽醫院 或者醫院都出不到 是款過期都做不到 印索都買不到 因為媽媽已經沒有能力簽 所以最好寫幾份合同 那些文件是叫做宣傳書 媽媽可以代表兒子或女兒簽 兒子可以代表媽媽 或者妹妹 可以代表媽媽 亦都是代表兒子 所以辦事辦事 責任時都很方便 安全一點 希望劉女士收到 謝律師說的時候 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你剛才提到信託 Bear Trust 即是媽媽給一半的兒子 其實不是送給她 只是一個信託形式 就是持有 幫媽媽 到媽媽過了生時 Bear Trust 會否是自己取消了 用長命契 是一半一半的兒子 還是會發生甚麼事 這個問題有兩個意見 第一 最近 上年到今年 買屋的時候 應該是在買屋時 報那個屋真真正正是誰人的屋 所以如果你有信託書 你應該報出來 在政府裏面 說誰真真正正是 Beneficial Owner是誰的 所以如果不在那時候 有些證據證明這間屋不是 不是承明系的 是Beneficial Owner的問題 所以有點矛盾的 但是在Bear Trust的文件裏面 都可以寫得很清楚 我們是這樣的 但是不在那時候 立刻這個屋的目的 是想轉的時候 開始證明系的 很重要 在Bear Trust裡面 寫這個條件 你的目的 因為省稅的時候 他會拿證據 是否要做Propate 才可以轉這個屋 或者不用做Propate 很多問題是關於那些目的 是怎樣的 如果特地在遺囑裏面 都是寫 特地是給 全部都是給這個人 但是屋已經給了 如果這麼清楚 很清楚 但是沒有什麼說 是看完整個情況 看圖書 看這個資料 看遺囑 看那些兩方三個人 誰人在屋子 誰人寫什麼 看他的history是怎樣的 誰給稅 誰責任 那些維修、中修 誰是有解決的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的答案 但是你能做到什麼 寫什麼 去表明你的意見 希望我們今天 提出了一個 Bear Trust Agreement 可以試一些什麼 買或買的時候 跟律師談一談 你究竟想怎樣 是很重要的 你究竟目的是做什麼 就像剛才說 劉太試了一個目的 他是想過了身後 女兒有一半 女兒一半 如果謝律師的意見 如果兒子有願意 其實當他過身後 他的目的是達到的 是 最好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但是到他離開的時候 就二分之一 他的目的是達到的 但是中間的兒子必須同意 中間的兒子 要同意或者他明白 是的 好 時間夠了 好 多謝謝律師 好 多謝Jeffrey 好 多謝Jeffrey 大家好 多謝大家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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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